媒体一直将Aespa与前辈布莱平进行比较 理由是相似的死人阵容 以及两个组合都追求强烈的高crush概念 同时不少网友也有同感 指出布莱平和Aespa的科切拉造型非常相似 因此Aespa经常被指责抄袭布莱平 但是最近情况发生了变化 7月29日 布莱平正式与POJB Mobile合作 举办The Virtue一场由AI版布莱平出演的有新的演唱会 同时还发布了他们的ARMV Ready for Love 引发了他们抄袭Aespa概念的指控 此外 布莱平的AI设计模型和MV中的几个场景也引起了争议 这些似乎都是受到了Aespa的启发 在众多比较中 也有人指出两个团体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 Aespa以AI概念为中心主题 而布莱平只是偶尔 深入此类领域进行宣传 因此 布莱平抄袭Aespa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对此网友们纷纷表示 像布莱平这样的团体还需要抄袭吗 这只是人工智能的趋势 AI概念怎么就归Aespa所有了 布莱平一直在做这件事 是Aespa先复制了布莱平 只是相同的发型而已 并不至于遇到抄袭的程度 布莱平没有遵循AI概念 实际上他们只是在与POBJ MOBI合作 I don't have a sure 每日解释我最新韩语 欢迎你赞和订阅哦 多谢观看 感谢观看